如果是因为品质不好,我们也确实是没办法给它们松 福建青梅品种很多的 有青竹梅,白粉梅,大水梅,胭脂梅 最好的品质就是我们的青竹梅 青竹梅它因为酸度高,香气也比较重,适合谅解 当地特有的,梅间只收这种的 采摘的时候是从早晨忙到晚上都是 扛着那一袋的青梅就从山岛跑下来的,就很辛苦 因为一年的话,一个季度就十几天 如果没有做好的话,一年复一年还是做不好的 干打下来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些破果 一颗的破果会影响其他好的一些梅子,会连带 整一框的这种梅子全部又烂掉,不会允许出现这种 矮发它整个手工采摘的一些果子,它是比较漂亮的 比较高好热啊,熟悍也很激热 因为你高的地方人工是摘不到的,就会比较浪费嘛 当地有关部门也会对这个比较重视,提高农户的这种安全意识 像我们的话就是要求大颗粒 到了26这个刚好它就是它的成熟度比较高的一个果子 所以我们经过仿佛的测试之后,出现了一个尺寸标准 可以,可以 可以 这种梅子还要摘吗? 这种梅子还要摘不着呢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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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農民的话还是需要有一些有思想的農民来带动啦 种植不好呢,我们替它解结 那卖不好,我们也可以替它解结 好,好,好,好 好,好,好,好 好,好,好 好,好 好,好,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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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好 好 跟梅建到现在合作也是有四个年头了 也是比较有缘分了才能走到一起 梅建对清梅这个标准实际要求是很高的 通过标准的管理之后呢 它农夫的收益也卖得更好 这样也是帮我们招案的清梅走得更严 消费者的话吃到的梅酒口感更好 还是比较更严重 对农夫的效果 和帅 我们好 那我可以吃吗 来,来,来,吃吧 好 芹菜 剪边不是张 好,好,好,鱼 这个清梅就是好 清梅渠口 很好 西湾家乡的清梅 纱上前脖 走向全世界 建柄和人建柄 接着,不要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